那我覺得啦 那像譬如說 這個陳金火的案子 因為我後來在他槍擊前一年 我就去看中所看過他 那他也承認了他一些犯的錯誤 但是呢 對於另外他犯的命案 他並沒有說出來 那我要講的是說 陳金火在那個命案發生 就殺死陳金石的那個地方呢 上那個地方是幾個雲圓地 就所謂的絕世之後 留下來的土地 那些祖靈呢 沒有離開 祖靈 對 沒有離開 所以他們會在那邊痛苦 所以那個房子 為什麼當地人都不住 就在那裡做生意 但是住都不住的 那個房子那裡 也就是說那個地 本來就是不太好的一個地 對 它的地是這樣子 這是他家的汽車行 對面有個巷子 巷衝過來 那這塊地以前叫做香菸地 所以那些以前的所有權人 死後沒有指示在傳承 那被人家佔有之後 就建成房子 所以當地人都知道 那也不太平安 但是我認為說 只要祭拜地基主 然後能供奉的話 應該可以化解 所以這個醫生就做得滿好的 那陳金火在這裡犯下命案 那跟什麼有關係呢 跟這裡有個大樹 東海別墅有一個樹神的樹林 影響了陳金火的意識 讓他走上一個最 最慘絕的一個手段 去做了這些不應該有的命案 凶宅 在台灣 大家看到敬而遠之 但是香港呢 也有人專門在炒凶宅 我們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凶宅會任應人毛骨悚然 說到凶宅有些人看到敬而遠之 但是有些人聽到凶宅兩個字 眼睛為之一亮 尤其香港有一個炒樓客 他更不得了 他專門買的都是什麼 凶宅 你說的這個人叫做五冠流 五冠流這個人 他本來他是在做魚翅批發 可是他為什麼會做買賣凶宅 對啊 差太多了吧 最主要是在1993年 就是將近20年前 當時他自己住的地方 他想要整修廁所 結果他這個裝修工人 來的那一天外面下大雨 又穿雨些 所以他來的時候 靴子都是水 那在裝修廁所的過程 剛好又有第二個毛骨悚然的巧合 就是廁所旁邊也有一灘水 而第三個壓垮落口 最後一根稻草的橋 是什麼 是他的電鑽又漏電 所以這三個原因加起來 靴子有水 廁所有水 電鑽漏電 他的裝修工人 建議他裝修廁所的那個工人 活活死在廁所裡 不會吧 他家的房子人家去裝修 結果電死在他家的廁所裡面 夠不夠兇 夠不夠 夠不夠陰生 夠不夠毛 但是五冠流 當時他怎麼做這個決定 結果呢 他覺得我還是繼續住 我就繼續住 他不怕 他的想法很簡單 他不怕 第一 這裝修工人不是我害死的 第二 他也不是說是因為被人家殺死還是什麼 他是一個意外的死亡 對 而且他家就住這邊 他想搬也搬不走啊 後來 他把這個房子賣掉 各位 六折嗎 還是七折 沒有 沒有啊 他按照市價賣出去 他自己都講喔 他自己都說 他覺得很幸運 而且莫名其妙自己住處變凶宅 也開啟了他後來決定做這一行 他其實有離開香港 原來啟發點居然是他自己家成凶宅 對 他就後來開始做凶宅買賣 他其實離開過香港過 後來呢在1997年他回來 朋友也介紹他做這個 好 介紹他做這個之後呢 他一開始 他先 我舉個例子好了 你一定會先往新市政去找標的物對不對 對 屯門 很多人知道 在香港屯門就是個新市政 新開發區 好 總括來說 到底香港的凶宅市場有沒有利潤 CNN就報導 根據他的報導內容 現在一個香港的假設是凶宅 他大概可以用市價 也就是85折或8折買到 怎麼差這麼多 等於就是15%off的意思這樣子 好 那可是吳冠流說 哎呀 說歸說啦 你真的要買你捧著現金去 你要給他太假的時候 你大概就可以把殺到三成或四成 但是香港的房地產不是已經到了恨天高的地步了嗎 所以就是因為恨天高 你自然就應該要去找一些別人沒注意過的標的物 好 屯門新市政 我剛剛講了 他就去買了這個屯門廣場中層低市的一個凶宅 這個凶宅 立剛 四年之內他發生過兩次的命案 哎呦 四年內兩次了 兩次叫更兇 真恐怖啊 第一次是有女孩子在裡頭輕生 而第二次則是在裡頭有人因為燒炭而身亡 好 這兩個是不是也會讓你覺得很毛 但是他租下來 他買下來之後呢 他也不住 他也不賣 他就出租 雖然他出租的行情 等一下 那租在裡面的人不就毛毛的 我等一下會告訴你是什麼人 來 先看他租的行情 好 他租的行情每個月4300塊港幣 沒錯 低於行情 便宜 對 因為當地的行情一般來講應該是8000塊港幣 可是他租4300 將近對折坎 那後來呢 他也漲到6500 但還是比8000塊低吧 對不對 對 我跟各位說 低又怎麼樣 你去算一算 13年他當初買這個房子可以回本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他竟然在屯門心之內買的這樣的房子 才106萬港幣 你說有信嗎 等一下 那個兄宅才106萬港幣 106萬港幣 折二台幣是600多萬 2010年又不是說幾十年前 這是才三年前的事 這樣600多萬 請問在台北市中心裡能買什麼 買一個廁所而已 好 那我再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吳冠流為什麼心中如此的坦蕩 第一個 他本身呢 就是一個天主教徒 然後呢 他自己以前曾經想過 就是說 你人死的這件事情 是自己心裡那個坎 你過不過的去 不是別人 是你自己的問題 他說價錢便宜這麼多 你買來 不管是自己住 還是說你要租人 還是以後等房價回來你再賣 你可以把它當作就是死了一個昆蟲一樣 當然啦 這個大家各自解讀不同 因為人命是人命關天 你這樣子形容是不是 那是他的解讀 對 那是他的解讀 然後他也講他說呢 他認為那裡頭不管是親身也好 或者是 只要不是謀殺的情況下 這是自願的問題 而且他們通常死的是他們 自己想這麼做的 祥和我是覺得有點怪 但是至少他們是自己需要這麼做的 好 可是他有沒有不碰的 有 我剛剛講了 怨念很深的謀殺案 凶殺案 分屍案那種 他還是不碰 記不記得我們之前講過 一個凶宅在香港 整面牆都封起來的那個 對 有印象嗎 藝人的封起來 那種 他就不會碰了啦 好 那我再跟各位講 他碰過了這麼多 他已經被號稱凶宅大王了 他有沒有遇過自己都無法解釋的事 有 有嗎 有一次吳冠劉他跟他妻子去看 致富花園的一個凶宅 那個凶宅裡頭是有個伯伯老伯伯死在裡頭 然後當時他跟他太太去看的時候 他太太在上樓梯的時候 都是用正常的聲音跟他講話 老公 你覺得這個房子可以買嗎 你覺得這個房子我們真的要投資嗎 都是用正常太太的聲音 但是進到屋子裡頭之後 他老婆突然變成這樣 你覺得這個房子真的我們要投資嗎 等一下 怎麼變老先生的聲音 變成老先生的男生的聲音 怎麼會變這樣子 吳冠劉就說這件事情 他始終至今都無法用科學來解釋 你想想看 這裡頭老先生當初親身發臭消防員 開門什麼等等 這些東西再結合到他和他的太太遇到這種超自然的現象 他即使再怎麼不信這回事 他也是會怕 所以呢 凶宅這種東西還是回到我們前面所說的 你敢投資 你敢住 這完全就是他講的這句話 心中這個坎自己過不過得去 吳冠劉他不怕 他敢碰這種房子 但是呢 如果是凶殺案的房子 他不碰 但是我們注意喔 吳冠劉他是天主教徒 另外呢 西洋人的想法又是什麼樣 會不會跟我們東方人一樣呢 其實西洋人的想法又不一樣囉 因為他們覺得說 哇 鬧鬼鬧得越兇可就越好啊 一個古城堡如果鬧得鬼 我還可以拿來做生意啊 在羅德島 美國羅德島的貝爾克的堡 大家看這個畫面 好漂亮啊 對不對 好 OK 始建於1891年 他是迪尼家族 迪尼夫婦 他在2009年的時候遇到金融海嘯 他準備要賣了 你知道賣多少錢嗎 賣多少 720萬美金 大家看畫面上 哇 好漂亮喔 很漂亮對不對 古宅家花園 你看 對 值台幣2億 太美了 很漂亮 很美麗 可是你看看 你說他現在這麼美麗 那他當初的買價一定是很貴啊 對不對 是啊 好 我講出來你會吐血 我跟你講 1950年代 迪尼夫婦是用25000美金買的 各位會不會吐血 會氣死 會跳海啊 對不對 如果當時我有這個東西可以買 我跟720萬這個差很多的價錢耶 差了多少倍耶 你聽我說 上百倍耶 你聽我說這故事總是有典故的吧 你知道嗎 因為他當時才花25000塊買 就算是50年之後 你看房子裡面的陳色多麼美麗啊 你看房間多麼漂亮 還有水晶吊燈耶 仔細看大家把你看過的畫面 你看這浴室裡面 寄在腦海裡面 富裕堂皇空間那麼大 還有美美的壁爐都是那古蹟耶 立剛原來根本不是這個樣子 原來不是這樣 原來內部的陳色根本不是大家眼睛所看到的 不是這樣子啊 貝爾克特寶是古堡嘛 對不對 照理講的話應該是原先是一個 就像我們剛剛所看到只是家具換新的而已 對不對 翻修一下 根本不是 為什麼 我慢慢告訴你 因為這個東西 你說它過了50年通貨膨脹頂多10倍 兩萬五買的頂多22萬美金而已 現在照理講600萬台幣就應該買得到 現在不是 現在是2億台幣才買得到 對啊 差這麼多啊 翻漲32倍 好 我現在把答案揭曉 因為這個地方根本就不叫貝爾克特寶 因為它原來的名字叫貝爾蒙宅底 貝爾蒙宅底就是原來的主人 可是迪尼夫婦太有生意頭腦了 一把它買下來之後 就把它改成城堡 而且你剛剛所看到那畫面上 那些古色古香的家具 身價整個都抬升起來了 對 那些家具然後還有古董 那些家具 一一的把它弄進去 弄進去之外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元素來了 就是各位 美國的古堡 哪有超自然的物體住在裡面 那哪裡有故事啊 誰要去看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他還把這裡面鬧鬼的事情 給他擴大軒然 哎呀 我跟你講 他裡面就有一具盔甲 是這個房子的正房的主人 因為這個盔甲的騎士 就是當初擁有這個 穿這個盔甲的騎士 當初在戰爭裡面死得 非常淒慘 所以每天深夜都可以聽得到 這個騎士 欺利的鬼哭神豪 他想了 就是說那個 迪尼夫婦想了這個點子之後 從1960年 開始賣門票 我跟你講 這地方就出名了 開始賣門票 我跟你講 只要賣門票耶 超自然的鬼魂在裡面 馬上就出名 一張很貴耶 多少錢 一張竟然25美金耶 什麼 25美金很貴耶 竟然要700多塊台幣 你知道嗎 這麼貴喔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房子 自從有了超自然的現象 住在裡面之後 我跟你講 民生不進而走 那你說他 我剛不是講2009 他要以720萬賣出嗎 可是 因為碰到金融海嘯嘛 所以說沒有賣出去 那隔了一年 2011年的時候 降價 我降價510 510萬美金 那總應該買掉了吧 賣掉了 雖然還是沒有賣出去 不過到了去年 終於用360萬美元成交了 也就是 還是很高耶 接近1億台幣 好 其實是一間珠寶公司買去 將來要做大型活動 跟這個鐵甲武士的鬼魂在一起 想必又有另一番很有趣的景象 好 除了這個之外 英國在14世紀的布倫金索普寶 最近也要賣了 175萬英鎊 8000多萬台幣耶 可是這個房子 你不要看現在這樣 我跟你講 走進去看 你頭都昏了 很多地方沒有屋頂 屋頂破了 然後東缺一塊 西缺一塊 可是為什麼要賣到8000多萬台幣 你告訴我 因為是古蹟 是啦 雖然說有600多年的歷史 但是也賣不到這個價錢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賣的人說 我不是只送你這個古堡 我送你8.9公頃的土地 因為附近還有70幾間房子 古堡之外還有70幾間房子 那這樣算便宜啦 這最重要的是 戴力剛你買了之後 我跟你講 附近周遭村子的這個老百姓 都會要叫你一聲 而且都是規定的叫你一聲 叫做主子老爺 什麼 我變莊主了 你會承襲貴族頭銜 不能金索普的貴族頭銜 都承襲給你啊 但是你說這樣就夠嗎 還是不夠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還有什麼 你這樣子要賣還是賣不出去的 所以這裡面還是需要 我們在漂浮在空中的 神秘的力量來幫忙 為什麼 因為傳說城堡裡面 有一個寶藏 但是這個寶藏到現在 沒有人知道下落 唯一知道下落的人 誰 就是不能金索普的 其中的一個遺霜 也就是已經去世的夫人 他被叫做白色夫人 為什麼這麼稱呼 因為他不肯說出寶藏的下落 被族人逐出了這個古堡之後 他就對這個古堡下詛咒 你們這個家族一定會沒落 一定會中落 寶藏永遠不得見於天日 我也不會告訴你們 結果現在半夜 都這邊以前主人都可以看得到 白色夫人在天空中 飄來又飄去 不斷在詛咒說 我就算是死了 我也看守著 這地底下的寶藏 不會讓你們的後人 給得到的 所以說 屋主的父母 現在是由誰 辛普森父母 他在1955年 對這位家道中落的貴族 以多少錢買的 嗯 再跟你講 謝謝